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瓶瓶罐罐了 那你用完以后可以收集起来 像这个三角形的方形的 这个是玻璃瓶 这个小小的蛮可爱 然后你喜欢长形的 像瘦长形的 像瘦长形的 像这个是矮胖形的 那上面的瓶口是有切掉了 也要修饰一下 那你切掉以后 你就可以这样子做一点装饰 那这个是盖子型的 这上面做一对的鸟 蛮可爱的 这盖子型的 这个都是做成很实用的 那这一些作品都很轻巧 不像那个陶瓷的东西 你拿在手上 有时候不小心摔破了 那那是真的是 那拿这个 拿这种作品没有压力 真的很轻巧 然后掉下去也不会破 那我在包土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薄薄的土 打土感的很大块 然后包起来以后 你要给它制造一些 像这个是比较平的 那你制造一些那个不平的 故意给它弄得不平 这样擦颜色的时候 会比较有变化 那不平的时候 你就要挥一点时间去整理了 那这个鸟也都是 把它的名称写上去 这样子让国外的朋友 都可以知道说 这是什么鸟 但是呢 你这么说 这就是那个鸟 那我不是说 你不太想说 那我来说 那你做事 那我做事 你就知道